大家好,我是币圈能言,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投资区块链,数字货币相关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别就第一集的韭菜,用顶级的思维就让我们会订阅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观众能言,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行业 进入这个行业,切不过把我一夜暴富的思想 否则就会注意万丈深渊 进入这个市场,要形成一套成熟投资模型,需要三到十年一个沉淀 进入市场,切不可抱一个轻敌的一个情况 否则就会输得很长 那么,目前是北京时间的11点04分 晚上的11点04分 美国的一个中午的一个时间 好了,我们今天应该回顾一个复盘的一个情况 复盘的一个情况 那么前两天 前天,那么比特币进行了一个 一个一个拉伤 一个拉伤,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波的一个拉伤 上到达了一个五里 1万0200美金的一个 方面 随后在这个位置有很多的大量的一个 一个比特币进行在这个币安一个交易所里面进行一个转出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以太坊也是在这个位置进行的 大部分的进行的在这个位置进行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情况啊 转移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一波就造成了很多样的一个损失的一个情况啊 损失的一个情况啊 造成了大家的一个啊 一波的一个啊 以为是一个拉盘的情况 实际上是一个啊 是一个变盘的一个啊 也是一个变盘的一个操作啊 之前人员在这个位置就说了一定会发生一个变盘的一个情况啊 变盘的一个情况 不是上上跌就是下跌的一个情况 非常暴力啊 人员也说了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操作的话就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所以说实时不敢下一个结论啊 结论 如果等到行情一个进行一个账门的时候 再进行一个借务的一个情况 有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更好的一个选择啊 那目前比特币在一个9575美金的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还能走多远啊 走多远 那么昨天啊 比特币 在这个是在在一个9400美金的位置进行了一个慢慢的反弹到一个9500美金 那么上涨了100美金啊 上涨了100美金 接下来啊 还会继续的往上走吗 还会继续的反弹吗 有很多朋友他说继续的反弹 会走到1万美金啊 10200美金啊 但是依照现在的趋势 如果想走到10200美金的话 那么 他上涨的量是非常大的需要 说说这是有一下子突破是有点困难的 有点困难 但是如果在这个位置啊 进行刹跌的话啊 他的位置可以 到达一个8800美金的一个位置 你们相信吗 就是他可以到达一个8800美金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刹跌的话 说说在这个位置进 位置就非常危险 如果的话 做多的话啊 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做空的话也有一定的的风险 风险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啊 多单的话 多单收益啊 还是比较多啊 多单收益比较多啊 空单的话啊 也差不多啊 也差不多 在这个位置选择的话 确实是有点困难的 你看下方的量啊 这个位置啊 有很多的一个啊 密集的一个啊 一个空单在下面啊 密集的一个空单在下面 昨天是啊 昨天那个比特币啊 在那个b 在那个交易所里面啊 那么超过了 一下子报单50亿人民币啊 短短6分钟的时间啊 报仓了50亿人民币啊 亿 价值50亿人民币的一个比特币啊 说说合约市场是非常残酷 也非常冷酷的一个 局面 那么我建议大家不要玩那个小型的山寨交易所啊 包括那个芒果交易所啊 都是一个很坑的一个交易所 目前已经跑路啊 芒果交易所啊 已经跑路了 说说大家想掉提币提币不出来了 说说啊 大家 如果被抗的话啊 可以啊 成立一个维权的群啊 成立一个维权群啊 目前已经达到100多元了 达到100多元了 说说啊 不要啊 盲目的去啊 玩那些小型的山寨交易所啊 这是对大家都不利的一个情况 不利的一个情况 要做就做那些啊 排在前30的前100以内的一个交易所啊 100以外的交易所就不考虑进行了一个操作了啊 100以外的交易所都不考虑啊 进行一个操作啊 否则就会输得很长 因为他会跑步啊 说说我建议大家 要玩预本位的话 还是 我这里也有一些啊 比较好的一个交易所啊 好的交易所 当然也推荐大家使用 但是我是推荐啊 在这个非小号啊100 排名100以内的一个交易所 因为啊 如果是大型交易所的话 他这操作就非常复杂 如果是在那些优本位的交易所进行合约的操作就非常简单 很舒适啊 最近我也在玩啊 最近我今天我也试用了差不多20个 20个平台左右啊 20个平台左右 各个平台我都试用了一下 也是也是啊 找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个交易所啊 交易所 那明天的话啊 明天的话 我再推荐给大家吧 推荐给大家 那么 现在的行情的话啊 狼眼啊 这个大概率会走一个啊 你现在走一个行情的话啊 你看 他现在 从这个五分钟就限的话 你看 他是呈现了一个 一个工智性的一个走势啊 工智性 一个反弹啊 在这个100美金 下进行一个来回的一个 来回的一个折腾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他确实是反弹了这个9600美金然后进行了一个回调啊 他可有可能会走一个M型的一个走势 一个M型 上下在这个位置波动啊 可能会走一个M型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大家还是看得到啊 这100美金可赚不赚啊 可赚可不赚啊 我觉得能言还是啊 大家我觉得 这100美金可赚可不赚啊 等他啊 继续的 突破一些行情的时候再进行进入的一个情况啊 进入一个情况 目前下跌的趋势啊 依旧还在存在啊 但是也不排除现在能够啊进行反弹 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效果 如果现在进行反弹的话 9800美金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位置啊 很好的一个位置 你看他已经一旦进行反弹的话 那个首先是突破了一个9630美金的一个 位置啊 然后随后突破一个9800美金的位置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进行如果突破这个位置的话啊 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多单的角度的话 有可能你能够赚到170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现在是在一个9532美金 9571美金的位置啊 大家还是能够抓住这波趋势 那么下方是一个9400 9446美金的一个强力的一个支撑位啊 强力的支撑位 这个位置也可以作为一个止损的一个位置啊 止损的一个位置 好了我们今天 说的内容就到这里啊 每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的关注话 请点击小铃铛啊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你都能第一次进那个收听到我的 节目大家可以评论在上方 评论66我会发一个 啊 炒币的一个口诀给你啊 好了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啊 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币的一个人 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